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总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准备对来自中国的价值4000亿的商品 加征关税这条新闻出来 因为在上周五川普宣布了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产品 加征关税的计划 同时在这条声明中他明确表明是为了激励中国 更改美国301报告中提到的 关于技术和创新相关的不公平做法 提出美国这做法是为了实现他们与中国贸易关系平衡的第一步 同时昨天对中国股市造成利益冲击的另一个新闻 可能跟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川普对中心通讯网开一面的解禁令 也有关系 因为这一家是刚刚好像显露升级的中心通讯 又显露万节不复的声援 因为中心通讯大家知道 在两星期间刚刚获得了国内几大银行 300亿人民币和几十亿美元的收信 有这笔海量贷款的注资 哪怕它被美国罚了十几亿美元 应该说它生存是不成问题 但是随着美国参议院否决了行政团队首领 川普对中心通讯的解禁 这一切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几百亿贷款给中心通讯 能不能救护它就很成问题了 因为它短期内确实不能找到 替代美国芯片供应商的芯片 中国针对美国 总统川普说的要对中国 向美国出口500亿产品加征关税以后 中国进行反报 反制的报复措施 那么在这条消息 由中方商务部正式公布以后 显然激怒了川普 川普在他的声明中 说中国此举显然显示了 无意改变其余 收购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相关的不公平做法 中国不但没有改变做法 而是去威胁没有做错任何事的美国公司 工人和农民 这就是这件 实际上跟他面对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票仓有关 川普同事指出 中国最近采取的这些行动 清楚地表明 中国决心 要使美国长久地处于不公平且不利的地位 这反映在高达3760亿的中美两国的贸易力量当中 但是这一点川普认为是不可救出的 美国政府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以刺激中国去改变其不公平的做法 向美国产品开放市场 并且接受与美国共平衡的贸易关系 所以川普他说 他指示了美国贸易代表 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百分之的额外关税 在履行完相关的法律程序以后 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其 以亚环业的报复做法 并且如果中国坚持推进其最近宣布的 报复的关税 那么加征的关税将立刻生效 如果中国再次增加关税 那么美国将会对另外2000亿 中国输美的商品加征关税 那么斗篮之间 美中之间的贸易 一下子呆热化了 而且导致的结果就像我们昨天在 资本市场上看到的 无论中国A股市场 还是有中国公司 占主体的港股市场 纪念暴跌 A股市场将近千股跌停 香港一度也跌了900多点 周分还跌了800多点 这从侧面又印证了大家担忧 是不是本身我们中国大陆经济体 由于改革的不彻底 有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 会导致我们的经济 在已经世俗几年情况下 会不会产生硬着的现象 那么再加上中美贸易突然 爆发了这样高强度的对抗之战 是不是会像去年周小川 在十九大之前所预警的 明世纪时刻会不会到来 因为明世纪作为经济学家 美贸经济学家 他的理论是认为 一个经济体有一个转折点 那么将会产生资产价格下跌 通货膨胀高升 同时会带来企业倒闭 产业政巨肉撤资 融资平台垮塌 社会动荡 那么这一系列现象 都市预示着社会进入一个动荡期 那么反观最近中国社会现象 有没有这么苗头呢 实际上中共的执政团队 对市有很清晰的认识 从去年一路讲到今年 对今年所谓的2018年三大公主 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着力和关注点 但是认识到这一点 是不是等同于能够完全避免它能够产生 这其中还有很大的距离 如果中国政府不肯让步的话 那么类似于中信通信这样的死去回来的悲剧 就会在中国其他企业身上反复出现 因为美国政府并没有表明态度说 它要全面遏制中国创新经济的发展 而只是说中国有国家主导 同时采取一系列不平等的做法 来保护自己的创新企业 这是它不能接受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不是还应该就是认识的来讲 而不是意味的在意识形态的高度上认为 还是美帝亡我执行不是 或是说纯兴围堵 这是站不住脚 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更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真的假定存在美国一直有亡我执行不是的话 它就绝对不会给中国开放出这么巨大的一个市场 让我们享受了好几十年的好日子 因为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 中国在全球贸易上每年总的就顺差出差 是有一定的数字的 但这次其中单一的美国市场 就贡献了大概70%以上的 我们的整个的贸易顺差 在个别年份美国单一市场给中国整体外贸顺差 贡献率是130%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批开美国这个市场 中国对欧盟 日本 亚非拉其他所有国家的贸易 我们还是逆差 这就凸显了美国这一个单一市场 对中国整个外贸的极端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 中国经济运行中啊 有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 那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面对西方各国都分别分分采取 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来拯救这个金融海销售带来的 经济增速速来世界经济情况下 我们国家也迫不得已采取了 所谓当时时任政府总理温家宝 秘密了所谓四万亿的政府投资 拉通经济 振兴产业来渡过难关 应该讲 在当时的情况下 政府采取这种政策 无可厚非 客观效果也不错 使得我们很快的渡过了危机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在好几年里面 使得中国经济一致度秀 我们的GDP啊 正说很快的就恢复到金融付贸钱了 但是也有后遗症 当然这不图中国一家有后遗症 包括美国啊 欧盟啊 所有国家采取宽松的金融政策 带来都有一点后遗症 那么中国的问题可能 突出一点就是我们走上了一条 依赖于房地产投资 不归路 那么海量超发的人民币 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不是传统的金融理论里面讲的是 中国有天亮的黄金储备 不是这 而是我们是锚定了美元 那么我们的美元哪里来的呢 就是通过贸易顺差 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 那么人民币 天亮的发行 是跟我们的外汇储备 某种东西是正相关的 那么在今天这个情况下 如果中美贸易战 毫无机制的开打下 你一拳我一脚来来去去的话 那么就像网络上很多网民开玩笑 这就变成玩得手扑克了 一百亿我跟一百亿 你五百亿我跟五百亿 美国出两千亿的 你跟得上去吗 在这里面有个场景 因为2017年 无论美国还中国两边 哪个国家的海关伎量 美国输出中国的商品 一共只一千三百多亿 但是中国输往美国的将近一五千亿 所谓所以贸易顺差 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有取得单方面 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三千七百六十亿 只巨中国海关认为是两千八百亿 无论如何讲 三千亿大数是放在人 那么就势必造成 在贸易战开打以后 美方对中国输往美国的产品 比较加成五百亿一千亿 范围之内中国都可以跟 那么超过这个范围 就像川普最近扬言 要加成两千亿美元输出产品 中国就没有反制的措施 因为美国输往中国市场上 没有那么多价值的商品 和服务 那怎么办 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地 从国家间贸易纠纷层面 想到个人争执之间面子的问题了 为了民主和国家的利益 只能要理智 这也是川普在执政 近两年进化下 看上去样子 他好像杂乱武装 四面疏敌 从自己的传统盟国 到百年疏敌 他都是全方位出击 四处疏敌 但是中国人讲就 大国路碰小鞋 实际上都做不变形 但是看川普 自证好像是些散文 行散啊 神不散 这个神 就是一去以美国利益 优先为贵一 就像这次 他在贸易上和中国 达到这个风上 他还不忘记 反复强调 我跟习近平主席 是好朋友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 人民 中美人民之间 没有是好问题 这说明他也讲政治 只不过他有别于像 这些我们司空见官的 美国的 所谓的白左政治正确 而是他另类的风行 基于他从商业实践中 几十年来无出道理 做买卖 就要互惠互利 不能一方得意 而另一方长期 出于不平衡的关系 那么从这个商业原则出发 重新审视 中美贸易走到今天 我们应该客观承认 自从中国加入 二战号由美国为主导的 WTU体系 中国获利破风 尤其从在美国这个市场上 那么针对 目前川普要履行 他竞选总统上台之前 一系列的诺言 包括改善美国的贸易状况 实际上他是为了改善美国贸易状况 使得制造业回归美国 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对加拿大墨西哥 传统的北美自贸区 他都要认为要重新来修订 北美自贸协定 那么这更凸显了 他的做法 先期贸易上确实是没有区别性的 如果他对中国和美国之间 存在的贸易不平衡 如果没有他举措的话 反而他可能包括极其 其他所有的盟友都不乐意 在上周举行的极其峰会上 乌尔默克尔 马克龙 包括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都对川普表达的不满 认为美国太霸道 但是川普丝毫不为所动 所以千万人拒网 他亏难不动 就是有底气 他就是要坚持 至少他要给选民一个交代 尤其在今年中期 美国国会选举的背景之前 他丝毫不动摇 回国再看看他 最近给中国贸易制裁方面 发表了声明去了 他认为中国的反制措施 伤害了那些无辜的 美国中西部地区农民和工人 实际上这就是他的嫖娼 所以说川普看上去 是一个出而反而 任意多变很随性的总统 但是在贸易问题上 他确实真的是做到了 紧紧抓住了一个基本要案 就是说一切 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为依规 吃亏了 他认了 所以他在当时中美贸易中 回答记者上 回答得很巧妙 那家伙中美贸易上开打 他说不用开打 美国找输了 只不过这输了的责任 是要由美国前几任总统和执政团队来负 这一点上 他显出了一个商人的很率真 没有任何反文容计 虚假和外交辞令 只不过说今天他来执政了 他要肩负起把他恢复到他认为健康平衡的状态来 所以针对这样一个商人出市总统就给我们中南海执政团队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是不是还是奉行老的一套套路 像过去对付小布什 像对付奥巴马那样去对付现在这样川普 可能这个思量如果应对不当的话 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峻的 因为为什么 一旦贸易急剧时速 我们的外汇储备 就会很快的从三万亿 降到两万亿乃至一万亿 那么这会严重的极大的动摇人民币的币值 那么这样 所有人民币极佳的资产 突出表现在资本市场上 不通常市场上 都将重新会受到人们的评估 那么明世纪时刻 就会很快降临 而这一系列后果 将很难预料 目前 潜藏在比如说中国大陆各地的风起云涌的暗流 包括各种社会日式群体 被获释被侵害的利益 这种维权的主张 可能都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 那时候 动荡社会又会为本身需要通过改革和深化改革来理顺的经济体制 都顺利推行 带来新的障碍 那么这样一个黑暗时代 真的就会在内政外交一系列事务政策下 假如到了 但愿 这一天 永远不会到了 但是 如果不改身更脏 继续同美国延续过去老的办法 对抗下去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